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主要目标是希望说这个06 在06、05下方 上面是这个台彩 下面的话有个就是下载养护股市之类 其实当然我们目标 是希望能够把全部的肋股通通抓下来 但是全部肋股 你不要眼睛这么大 你全部肋股这么多 那你一般习惯是最好是什么 先抓一个肋股 一个肋股抓了下来之后 其他的话也是类似的方法 你再跑回圈 然后再把其他类股也分别抓下来 然后再把它存档起来 这样应该就OK 所以目标也许是这样 可以把资料抓下来 然后分别放在看上哪里 也许只要存CSV 或者是直接存以Sale 因为CSV跟以Sale最大的差别 就是CSV只能够有一个工作表 如果用CSV来看的话 他只能有一个工作表 可是CSV的话可以有很多工作表 差别在这里 那如果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不同类股可以放不同工作表 这样来做的话 只是说要怎么做 想法是这样 目标 那我们就要去想 那怎么去按部就班 所以第一个 目标是 先把第一个水泥肋股先抓下来 并且存档 那我的目标是希望说 因为他这个 第一个他不是表格 所以抓的时候一定会出现问题 那我要分析他 分析的话你会发现 按滑鼠右键 检查一下 一样的道理 那你会发现 这个网页真的是相对的 比之前还更复杂 那分析的结果 我发现 他这个跟这个同一块 那这个又跟这个又一块 所以后来 干脆这样好了 就是说 如果要抓 你会发现 要不就是说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你这个把它拉过来一点点 看一下原始 这一块 它基本上的架构一定是低 外面都是板块 可是在最外层有没有 它其实是LI LI的话其实有点像项目符号 那项目符号的最外层就是UL 有没有 所以他这整个UL 所以要不就是你抓LI、LI 全部抓下来 然后分别再把它print出去 可是这有个缺点 示范以论 如果我抓那个LI的话 然后把它print出去的话 它有print出去 可是我将来如果说要把它分割的话 它会比较不好 因为它中间不是逗点 它有的是点 有的是逗点 所以我本来是写到这里 我会卡住 我想说 那如果把它存成CSV 就会卡住 所以后来怎么做呢 后来就是 再把它分 DIV 然后后来发现 它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DIV 那三个 就是刚刚看到的 这个台泥 这个是一个单独的DIV 这个名称 股票名称一个 然后下面的代号一个 然后后面这些 其实好像有八、九个 它们都是同一种DIV 最后就把它分三种 然后最后把它并在一起 然后中间一下逗点 print出去 就是最后的结果了 其实已经把它写出来了 不过我觉得还蛮花时间的 有时候上课讲了不到三分钟 这大概写了三个小时 OK 那最后 所以这个程式在云端上也有 你们回去可以自己先 先先看过 下一次我们再来 再来再来讲 你会不会这个就已经是 我把它分割出来的 中间一下做点 所以最后其实就可以直接存成 4月3 没有问题 那在第一阶段 可是第二阶段是希望全部类骨 哇 那全部类骨怎么办 你变成说 你 就要再去把那个名称抓出来 那一个类骨产生出来 然后再把资料抓下来 一个一个 全部把它并在一起 那就会全部类骨 可是 目标其实还蛮大的 OK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回去可以试做看看 所以今天的话 基本上我们一下又多讲了一些 练习的范例 不过你会发现后面的范例 越来越活 那其实跟前面都会有非常大的关系 OK 所以回去的话也许 可以再多多练习 所以今天前面只要讲那个 纯土档的 OK 然后 再来就是一些范例 其他 我们还有讲到一些 其他的部分 有些同学自己在延伸性 像那个大陆后历史资料 总共有六十八页 第一个我希望知道 怎么样把这六十八页全部下载 存成ESale 或者存CSV也可以 第二个的话如何利用 这个 ESale 那我怎么知道说 历年来哪一个号码出现的几率最高 帮我排序一下 甚至帮我列表 列一个清单 告诉我 前十名或者前七名 七个号码 那我就用那七个号码 看会不会这样刚好牵中 我们就可以提早退休了 OK 好没有 所以 这个部分 请各位回去再试试看 我给他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然我们今天就先讲到那个 这个雅虎古事部分 那请各位 陈氏云端上也有 所以回去 看 如果现在写不出来 没关系 你可以参考我们 最好是可以 自己再去看一下那个标签 OK 今天的话我想我们就先到这里 好 好 好